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当他一躺到床上去 明明想好好休息的 但是莫名其妙就被压得喘不过气 但是说来也真是蛮不可思议的 一个月 两个月过去了 但是他却因为这间诡异的房子 因此致富 而且还学会了这一项神秘的 象棋八卦占卜术 在网络上面有看到相关的消息 他是写什么 写说他是 他的算的方式很特别 主要是用棋盘 那听说实效性是10天就可以验证的 连网友都来朝圣的象棋占卜 地点就位在嘉义县民雄乡的某个村落 据说这一位被封为象棋神算的黄文生 已经在这个地方服务了36年 他本来不住在民雄 之所以来这里济世 说来颇为离奇 从神台门口往前走个几公尺 那边是一大片树林 树林背后是哪里呢 是全台十大鬼屋之首的民雄鬼屋 为什么一带高原落脚在这里和鬼屋为零呢 背后竟是一段迷信 俗称民雄鬼屋的刘家古宅 因为年久失修 原本华丽的八路客室楼房 变得破漏不堪 庭院内杂草丛生 到处都是泥泞 又因为大树遮蔽阳光 让这里在大白天就显得特别阴森 入业后更是流传各种诡异传闻 成为知名的鬼屋 一般人对这里恐怕都避之为恐不及 为什么黄文生会想搬来当他的邻居 那时候老师就想说 我是个穷鬼 大家鬼 大家都是鬼 所以我不怕你 穷鬼不怕猛鬼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故事得从36年前说起 那时候因为他老婆帮朋友 因为他朋友信用比较不好 没办法去借大笔的抽转金 所以就由老师的老婆去帮他出面担保 然后帮他借 结果他本身就跑掉了 年纪时的黄文生 曾经是台铁公务员 在嘉义市上班 他的妻子则是专卖 薄来品的委托行老板娘 夫妻倆本来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一天却猪羊变色 我们母去找他有点酒情 找来人人人的酒 结果人人人的那些人不太好羊 刚才都我母就要打酒了 他找到两间委托行 什么都到两间房子都不住 行人也不够 老婆的事业垮了 还背负大笔债务怎么办 老婆北上打拼还债 那黄文生呢 蓬铁饭碗的公务员 也只能留在嘉义 在河楼我四十九月就已经知道了 人看我买去 自己没在家 像我早来这里也睡一间房子 位于神坛旁巷弄内的这一户平房 就是他当年落脚民雄之处 为什么会选这里 就是为了省钱 当时这个所在就是民雄 鬼后面面 很义轎 两百户没二十户在住 我在跟他睡一千户睡六年 但是那间是拍空的 他就是有意思要买的 他自己也不太大 本身清洗后 他说那间房 旁边的房子 不适合住 他不敢住这家 他不敢住这家 他就是住得不顺利嘛 怎么会这样 连原房东都不敢住的房子 走投无路的黄文生 就这么住了进去 难道不怕出事吗 果不其然才第一晚 他就被缠上了 是谁不让黄文生睡觉 是连房东也难以招架的他吗 疑似鬼压床的日子 彭文生度过了好几个夜晚 失眠害他上班毫无效率 这怎么行 这些东西就是说 不来有的八卦不可以 八卦却无效 就有朋友跟他讲说 那你就去买八卦回来挂这 然后可以避邪 所以他开始画八卦 画八卦真能驱邪吗 市民的黄文生画过一个又一个 漫漫长夜 可是画一画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好像不是很灵验 因为照样来压他 照样来炒他这样子 后来他想说 那我就刻比较实体就用刻的 那就开始刻八卦 八卦改用刻的就会见效吗 三个月后竟然发生了 不可思议的事 结果刻到 已经快刻到100个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无形的就现身了 就跟他讲说 我是要来教你一个棋盘算命 就跟他讲了一些因果 然后也告诉他一些人生道理 所谓的无形是阿飘吗 答案令人大感意外 到有一天的时候 那个孔兴师就出现 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该传授你的已经都传授完了 想都没想到 那个令他夜夜不得安眠的无形 正然是三国时代蜀汉的大丞相 诸葛口名 这个我以前有的就是给我们这样 有这样吗 对 就要去自己去买房子来戳这个八卦 像这个文字也都他来买卦 从八卦易经到象棋占卜 房文生说都是诸葛口名托梦 手把手亲自教他的 因为他走在这个地方 等待有缘人 所以这些空名是来扶这个老鼻 土屋三角形 这个所在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个厕所在什么 很厉害 是不是东西要回合汉式 要很厉害 这样对不对 所以这些空名来托梦 来托 托梦在这里来扣我 托到北厘 不可思议的神明奇遇记 就发生在红恩森身上 不过当时的他 却不敢向别人说起自己的遭遇 就怕被人当成异类 可是他也是最后在梦境里面写 他也从来没有去算过 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准还是不准 结果又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来到这个村口 他就说这村口怎么会 家伙伴家庭好像出来在找人一样 他就问他们邻居说 你现在是在找什么人吗 他说没有啦 那就是那什么人的女孩 自华堡就跑掉了 找不到人 邻居失踪了 怎么办 全村总洞员找了一整天都没结果 红恩森决定用象棋补卦看看 结果一补卦之后一出现死卦 他自己吓了一跳 他不敢出门了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讲 等到晚上八点多 那个小女生就在水塘里面被撈出来 第一次补卦就这么准 黄文森也被吓到了 那时候想说这个卦还可以断生死 所以他觉得这个卦是可以相信的 后来他忍同是有遇到一些瓶颈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跟人家说 没关系我帮你算看看 你最近会找什么什么之类 结果每一个算都非常准 从此之后 黄文森在乡里间声名大噪 左邻右舍都跑来找他算命占卜 而他一概医务帮忙不收钱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靠着黄文森在教他的法门 从其他管道致富 就靠着和孔明结下了缘分 我们身逐渐从谷底翻身 也买下邻居的房子 开启神坛记事 除了象棋占卜以外 据说这一幅 由孔明森指导的奎心踢斗图 也是由他传授的四幅法宝 他以前是算通级犯 然后他要逛他家 然后下跌 跌跌 他就看我跌了一百贵星卷走 就像那一百一样 他说 很好 很好 不然这百九我跌了 我看他跌得好不然 都好啊 要跌他跌了 由正心修身 克己副理 八个字组合而成的奎心踢斗图 是由黄文森亲笔繪之而成 但不过就是一幅蹄字图 过来家里能有多厉害 掛好掛过我的祖宝 他像我像我们修夕了 我说 你如果还要 也不爱 要去上班 他就去服帽 服帽生意的上班 上一人上两班 上上的慢慢他就改变 一幅奎心踢斗图 正有办法使浪子回头 真的假的 因为一百贵星 他改变到 才会做传播公司的总经理 结果我要去找到 他也不是不是我啊 奎心就是由我们 台地家庭或重刀成军 世间有何文昌自秀 白天日就是奎心 只要过去那种 有没有什么人做 就是奎心的那一筆 看一看神桌上 满满一大碟 各地学生送来的应试通知单 准考证 都是要请老师在上头 亲笔画上奎心踢斗图 祈求金榜提名 他像是一个高雄人 学生人 那村库庄 拿商来给他 有的奎心 可能是有 有条 来到台拜拜 给他拿一万块 我拿这个 我拿这个 没有啦 我就拿生意 你我就有的 那村库庄可有条 不管多受人尊崇 宏文森依然坚持 空明森教他的正心修身 不谈不曲 这也让这一名86岁老翁 成为家业民雄的传奇人物之一 可惜他年事已高 目前是半退休状态 温室服务是由他的儿子接班 相信老师亲自出马补挂的人 就看看有没有缘分了